主席 各位教委委員的先進 各位在場被襲列巡 包括我們部長跟各位官員 還有我們的媒體 那是不是可以請部長呢 跟您請教問題 好 請務部長 市委委員好 部長比我輕鬆多了 為了舒緩我的緊張 請教一下 部長是 服役是當預官吧 是 那是在部校入訓 是 那時候還是學員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擔心被憲兵抓危機啊 如果是當兵當然是非常 不過現在憲兵應該不怕 你不怕憲兵了吧 我想任何守法的人都不需要怕憲兵 憲兵現在不管軍人 只管軍人 只管軍人 你同意啦 憲兵應該只管軍人啦 我今天沒有要問憲兵的事情啦 那請問你在入武訓之前 你有摸過武器或使用過槍枝嗎 在上軍訓課的時候有打過靶啦 高中的時候 對 高中的時候你們也要去打靶 是 那都是誰帶去 都是教官帶去 教官帶去啦 是 是在學校還是在學校外面的靶場 沒有遇到其他女校的學生去打靶 好像沒有這個經驗 沒有遇到過 那你少了很多福利啦 是這樣喔 那我想請教一下 你不知道那個新加坡他們的學生 就是有沒有跟我們台灣一樣 有去做打靶射擊的訓練 這個我不確定 好像是有是吧 有沒有 不知道啦 沒關係喔 對 那你也知道 新加坡是實施徵兵制的國家吧 是 那台灣目前是什麼 目前還是徵兵制嘛 募兵制要到100 來 我告訴你啦 目前我們到了2018年 就107年開始 我們的福役的一男啊 只要接受四個月的軍事訓練 在這之前呢 我們有分成 大概在94年次以後的學生 94年是以前的 還要算服兵役啦 94年次以後就不用了 所以這個讓部長知道一下 那所以如果按照這樣的理解 你認為台灣在2018年之後 我們需不需要帶學生去打靶 我相信從國防教育的觀點來看 還是有必要啦 你認為要納入國防教育要打靶 打靶也是一種國防教育的一環嘛 讓他們能夠體會到整個 那個武器或者是使用的經驗 我想對學生應該還是有幫助啦 所以你認為國防教育的內容 是包含了這個實彈射擊囉 現在可能有很多類似的替代的方案嘛 比如說去打七彈其實也是一種 不錯 你覺得這樣講得很好 所以你覺得像新加坡 它是徵兵制的國家 新加坡的一男在陸武訓之前 他們是沒有什麼機會摸到槍枝的 但是不影響他們成為一個軍人嘛 是 了解 OK 好 那你知道目前 軍訓教官在校園的主要任務是什麼 一個就是推動國防教育嘛 一個就是維護校園安全 我想這兩個是主要的工作了 維護校園安全嘛 那校園安全有需要由軍人來維護嗎 因為過去到現在 校園系統裡面 校園安全是一個24小時的工作 那過去的教官系統 他們確實在這方面發揮了很大的功能 這也是學校對他們的依賴或者是 希望他們能夠持續協助的關鍵 那你知不知道在103年度的預算審查 有通過一個決議 那個8年內 8年內退出 教官回歸到國防體系 充實國防實力 你了解嗎 是 我了解 對 那你認不認同這樣的一個做法 就是讓軍人 職業軍人回到國防體系 是 我想那個大方向大家都認同 但是當時的決議也有講說 要在校園安定學生安全的前提 能夠確保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現在要問教育部做了多少準備了 你不知道目前學校裡面 分成大專以上的教官 跟中等學校的教官 他們任務有沒有不一樣 大的原則是很類似 但是因為在高中以下 更需要教官的 在校園安全上的協助 因為高中以下 因為有學生常規 生活管理很多 大學生比較不需要 不過大學生萬一在校外發生了一些事故 其實還是校園裡面的確像你說的 因為教官是有執行的規定 所以他要教官去處理 但是學生在校外的安全 是不是要由職業軍人來負責管理 你認為怎麼樣比較恰當 我想這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對 所以目前大學的那個教官的使用 其實是我們尊重各大學的自主調整 所以有的學校他會逐漸的在降低 他們對教官的需求 他們只要不提報需求 其實教育部就不會給教官 所以我們在大學的部分 已經讓大學自主性的逐漸再調整那個數字 對 那高中的部分呢 高中目前我們還沒有開始推動 我想務實的跟各委員報告 其實我到每一個縣市去訪問的時候 我都問過在地的教育局處長 或者是縣市長問他說 你們縣市可不可以不要開始派教官了 但是大家都覺得現階段還不成熟 你知道哪個學校最需要教官嗎 哪個學校最需要 私立學校 因為私立學校不用付薪水 是我們教育部付薪水的 他們多一個人可以用 可以管上學的交通等等 你知道私立學校要不要付教官薪水 工業也是政府編的啊 對 私立學校的老師是政府編薪水給他嗎 不是嘛 對不對 所以私立學校當然很需要 那如果今天你派一個不是職業軍人的人 去幫他做這些事情 你想私立學校會不會接受 我講的不是學校單位了 不只是學校 我說整個縣市 大家對於校外會的運作 我現在不是講校外會 我是問你說私立學校 教官做很多事情 這些事情呢 不必然要職業軍人做 因為現在私立學校很需要 是因為這個錢是我們政府出的 那如果同樣的錢 你付給他去僱用其他的校園安全人員 你覺得私立學校會不會接受 我們現在大學已經是這個樣子 對嘛 所以大學已經是這樣子嘛 他如果不用教官 我們會補貼他一些校安的人員的經費 OK 所以如果高中是這樣的話 你們也會同意嗎 我想高中的部分 因為牽涉到整個縣市 他的整個安全系統 所以我告訴你 需要尊重每個縣市的 校外會的召集人是誰 各縣市校外會召集人是誰 是縣長 副召集人是誰 副召集人是處長 縣市呢 縣市 縣市 不是直轄市呢 縣市副召集人 我跟你講啦 是副縣長啦 我擔任過副縣長 所以我對校外非常了解 所以校外會對於整個 國民義務教育階段 到底辦什麼角色 我很清楚 我也非常肯定 目前在校外會 從事這些工作人員 他的付出 但是這個不等於說 他們必須是由職業軍人來擔任 但是既然喔 我覺得教育部喔 你可能部長 對這個問題比較陌生啦 我再告訴你喔 其實目前啦 我們教官在學校的法令依據呢 大概在高中呢 就是因為有一個 全民動員 防衛動員準備法 它裡面的規定呢 要實施全民防衛動員 所以呢 它就規定了 要結合學校的教育 真正國防知識 教育部要訂定 各級學校軍訓課程的相關辦法 那如果說現在要求你說 未來這個內容 軍訓課程 並沒有說要由軍訓 軍人來執行嘛 教育部會不會同意說 以後由其他 有適當專業的人 來從事軍訓課程的教授 如果有 如果能夠有一個 好的替代方案的話 當然可以去上學嘛 你願不願去執行 這樣的一個替代方案 我們其實 一直有在演你啦 有在演你是不是 那你們演你的結果如何 但是我跟各位 我跟委員報告過嘛 就現階段 其實各縣市的條件 都還不成熟 我知道 我是要告訴你們 你們做了多少準備 我要告訴你啦 這個條文不是教育部管的啦 這個條文是國防部管的啦 所以你要改 你還改不了啦 但是國防部這個條文 很久沒有改了 這個條文是103年的修正通過 但是呢 它裡面同一個條文啊 同一個條文在14條 規定軍訓課的部分 他還放了新聞局啊 現在新聞局還存在嗎 新聞局不存在了 所以這個14條怎麼執行 14條新聞局的部分 沒辦法執行啊 所以教育部你們等於是說 在執行一個 國防部已經不在管的法令啊 不在管的條文啊 你們所謂的 這個軍訓教官的 到底的工作呢 是這些 所以沒辦法做了 另外一個呢 是教育部管的 叫高級中等教育法 高級中等教育法裡面 設置裡面有一個軍訓教官 這個在第幾條你知道嗎 第31條我告訴你 你覺得如果說 未來教育部願不願意去 推動修改高級中等教育法 讓軍訓教官改成 校園安全人員 由教育部這邊在 既有的經費跟規模 跟人員編制下 去支持他做這個事情 我想 方向我們可以來研議了 又是任何一個配合 你認不認同嗎 我想大方向是我認同 認同 很好 那我跟你講 那這個部分呢 請教育部趕快提出來 那我也會提出來 但是呢我提出這部分 我要請大家最後就不做好配套 你知道現在大學喔 大學目前有校園 校安人員你知道嗎 有教育部補助有嗎 有 剛剛有講 這些人員目前有沒有 教育部有沒有名單 有沒有名單 我想 有名單啦我告訴你啦 這些都是現在的 校級軍官以上 退下來之後 他回聘的啦 不能領超過3萬塊啦 那請教育部把這個名單 準備好一份告訴我們 我要告訴你為什麼這個情況齁 我這裡呢其實就是要看 教育部有沒有做好準備 目前啦 校級軍官少校服務年限是20年 20年之後他有終身奉 所以目前我們教官如果 不在校園執行工作的話 他這些人員的去話是沒有問題的 他可以領終身奉 但是比較麻煩的是什麼 是衛官 上衛呢服務年限是15年 15年他領不到終身奉 所以目前教官趕快去清查一下 在高中裡面啊 在高中裡面 這些衛籍的軍官 他如果說我們修改了 我們的這個高級中等教育法 喔 那麼我們學校不再有進行教育的時候 這些人要怎麼辦 那個我們師長 你要不要告訴他講一下 你們這些人怎麼辦 不好意思你要告訴我 要處長講 要部長講是吧 我想那個 謝謝委員的提醒 我想相關資料我們會盡快來清查了 我們把資料整理以後再來跟委員說 那我再問你 那如果要回聘回校園人員 你認為這些衛官人員可不可以優先回聘 我想這牽涉到比較多的制度的設計 我們得再進一步了解 我剛剛就講了嘛 如果說現在軍訓教官他不能在學校裡面擔任了 那麼他必須結束他的軍女生涯 位官的部分他是沒有終身奉的 那他現在的如果校園如果回聘他當教官 回聘他當校安人員 跟其他有終身奉的人 你會覺得優先應該保障誰 當然是應該保障沒有終身奉的 是 那現在大學裡面聘的這些領有終身奉的人 做校安人員 你認為適當嗎 我想這個牽涉到制度啦 就是說到底那個沒有終身奉的 他未來他回聘以後他的薪水 到底要怎麼可以怎麼理 這可能得進一步理解一下 那就請你們把這相關的資料再送給我 我再最後一結論啦 就是說希望呢 最後一步啊 這個立法院的決議既然有決議了 那期望說你們的配套要給大家 不要說政大發生事情了 大家又重提教官要退出校園 你們才發現 一堆在校園裡面 你們認為有貢獻的教官 當我們立法院做成了修改法令之後 他會覺得失去他工作權的保障 我想呢 我們還是肯定軍人 但是軍人的服務的地方不是在校園 軍人的服務的地方因為是保衛國家 謝謝 好 謝謝周嘉賓委員